怪不得8090后瞧不上现在的新歌 你以为的过气歌手 随便一首歌都能吊打现在的流量巨星 因为你吃的是这碗饭 你被称之为职业歌手 你不可以唱不下来 当往外在舞台哭哭炫技的时候 没想到只有57岁的银子顶住了压力 就连孙楠也曾直言吐槽 现在新晋歌手的门槛越来越低 现在呢就是歌手的门槛越来越低 从来没有想过是有一天 这个音音唱不准还能修 而信的一段话 更是直接刺下内娱的遮羞布 所有的电视台都在做翻唱的歌 你要教我们怎么进步 唯一会进步的就是编曲 那我们的原创在哪里 果然实力才是歌手最大的底线 即使凤凰传奇被朝歌吐十多年 但没有一人能撼动他们国民第一天团的地位 白胆的银盘比我幽幽闯 一生饭随随随随随 还有好假设 你的歌手飘光 还像你上绿顺风 朝日的年代里 随随随随 你们的歌很土啊 所以你们是农业重金属啊 你们的歌是金木水火 那个我不说了 是什么 你说红是土啊 你说的 我要向前飞 我是等爱的玫瑰 心中全场的白黄的花蕾 如果你给我真实的安慰 我也为你展现我的美 被称为过季歌手的许松 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 素颜开口就是全场大合唱 而在那个拥有无数天王天后的年代 许松的作品不仅稳居各大音乐榜单榜首 还用一首首原创向众人证明 网络歌手绝不是没有实力的混子 出道及巅峰的孙燕姿 被网友吐槽是冷门歌手 可他确实可以和周董比肩的存在 余生多一个传奇 却如此熟悉 在天空里的情形 说一生的幸福你 自已的旅途 幸福在哪里 数点满过自己 像一个奇迹 划过我的生命里 不同与任何隐隐 只是旅逛 如此的旅逸